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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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沒問題對不對 有一點問題 有一點問題 簡單的中文 我講慢一點 對 就這樣 速度的問題 對 速度是吧 對 好 你學中文多久了 在台灣只有三個月 三個月 對 可是在西班牙已經有四年 可是比較輕鬆的就是 就是上學而已 來台灣才真正的開始 講話融入這個環境 所以這三個月應該進步很多 對不對 比前面四年 慢慢來 好 那你目前你的工作 你還在念書嗎 對 我在這裡是學生 學生 還是在學語言 還是已經進入... 就是語言中心 還在語言中心 好 很帥氣的西班牙王子 可以用中文介紹自己 可以 來 請開始 試試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Pedro Pedro 在台灣 認識我的人叫我Peter Peter 我今年24歲 身高171公斤 體重74公斤 牧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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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hante Nice to meet you Hajime Master Encantado de conoceros 高興認識你們 你...你是講了幾種語言啊 剛剛有什麼 法文 法文 英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日文 當然還有中文 中文 對不對 好 我們給這個西班牙王子 掌聲鼓勵 很好 來 我們來看看西班牙的王子 他的第一印象是留給哪個女生 你的卡片 卡片 你... OK 好 謝謝 各位對外國來的王子 第一印象 感覺如何 請選擇 因為是外國人的請舉手 你覺得跟外國人交往 你可能沒辦法 就是看起來的樣子 就沒有辦法接受 看樣子 會覺得牠是另外一種生物 會覺得看起來很好看 可是不會想要跟牠在一起 聽得懂嗎 聽不懂 另外一種生物 生物是 是像外星人 對 是不是有一點像外星人的感覺 你中文不錯 他覺得好像 就是跟我不一樣 就是另外一種 好 我覺得牠長得跟貝克漢一樣很帥 但是我不喜歡牠的身材 因為我覺得太硬了 我喜歡有那種枕頭的感覺 那沒辦法 牠喜歡軟軟的 對啊 沒辦法 健康 對不對 我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 你不是喜歡壯的嗎 可是牠的身體 你要180 180 牠很嚴格喔 對啊 剛剛有一個男生 179不行 牠喜歡180的 小Paul 主要是年紀的關係 對 你還滿年輕 還滿年輕 24歲 24歲 可是看不出來 你不要騙人了 牠知道你真實的年齡 看不出來 雖然其實因為外國人 看起來比較成熟 可是實際年齡就是放在那裡 對不對 好 我想問一下 西班牙很多那個捲舌音 是不是 對啊 我的名字就是Pedro Fernando Ruiz Varela 這次該我請你講慢一點 再講一遍 Pedro Pedro Fernando Fernando Ruiz Ruiz 是故意的吧 真的有捲那麼厲害嗎 Pedro 我有身分證 你想... 可是身分證看不到捲舌啊 對 好難耶 幾乎每一個音都有捲舌 對不對 Pedro Fernando Ruiz 還有嗎 很不錯 謝謝 有進步 有進步 有進步喔 這很難 沒關係 這個最少 學語言就是讓自己 習慣另外一種發音的模式 跟一種語言的邏輯啦 接下來還有沒有亮燈的朋友 我覺得他長得好精緻 好像一個公仔 公仔 對啊 Bobby and Kenny 他說你像肯尼 我是肯尼 你是肯尼 謝謝 謝謝 他嘴巴歪了耶 你嘴巴歪了很高興對不對 其實我看他側面 有點像Tom Cruise耶 有沒有 沒有耶 Tom Cruise 有人說你像誰嗎 來台灣以前 沒有人跟我說這樣的 沒有人說 所以你很喜歡台灣對不對 對啊 台灣人很有眼光 對啊 有很多跟我說 你像Tom Cruise 我謝謝 對 你開心嗎 台灣人是這樣 我們兩個一樣高 沒有 人家長得像你自己想到 一樣高的部分啦 對啦 Tom Cruise就是也是 沒有很高 可是壯壯的感覺 我剛剛看他那個捲舌很厲害 我很想叫他唱一首歌喔 什麼歌 就是那個台灣的過年歌啊 飄移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聽過一首台灣的歌 沒有 我們前面都不唱 他中間就是 在模仿那個打鼓的聲音 這樣 你應該可以唱吧 沒辦法 你前面那個 可以 可以 可是其他的都不是 隆隆隆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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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隆隆隆隆隆 隆隆隆隆 隆隆隆 隆隆隆 太容易了對不對 OK啦... 來 還有什麼人有點歌的 來 跟妳 因為我是做國際貿易 就是業務 所以我常常到處亂跑 可是我唯一就是西班牙沒有去過 超喜歡西班牙的文化 它的事物 妳從別的方面 得到很多西班牙的資訊 因為我很想去哪裡出差 可是我一直都沒辦法去 所以我很氣 所以如果不能去出差 交個西班牙男朋友也不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妳有什麼未來的計畫 譬如說妳在這邊 本來我的計畫是 上月就回到西班牙 可是我現在有... 我很喜歡台灣 OK 有機會的話 想... 留下來嗎 待在這裡越久越好 越久越好 所以這個西班牙朋友 很有可能會繼續留下來 就看現場女生的努力 她剛剛說了很多國語言嘛 然後其實像她說的日文 我是日文系的 對 也是可以溝通 然後中文 然後英文也還可以 要不要來一點日文溝通 她是學日文的 來 日本語可以嗎 可以 今天可以嗎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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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日本語 我二年間... 以前... 日本語就是 但是... 我幾乎都忘記了 不好意思 日本語很棒 我的十八個 我都聽不懂 真的蠻厲害的 這個... 她每一個語言 好像這個程度都還不太... 不太差的感覺 好 彤彤 剛剛又發現她有歪嘴 她有歪嘴 對 我們剛剛誇獎她的時候 謝謝... 這個女生啊 很奇怪 她喜歡嘴巴歪的男生 你有歪嘴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部分 沒有 是這個部分 你都不知道 你這邊會歪上去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注意到 以後如果你很害怕她 以後不要歪 如果你喜歡 就越歪她越開心 好不好 OK 在討論這麼熱烈的情況下 給各位多一點的資訊 就在網址的生活 我很喜歡運動 各個運動都喜歡試試看 我讀書的時候已經做過 搬眼 長跑 還有手球 現在在台灣 我最常做是 跑步和搬眼 也有時候去健身房 我很喜歡台灣 我在台灣認識的人 非常的友善 現在我覺得可以待越久越好 我在台灣三個月 還沒有機會了解台灣的女生 我希望今天有機會認識你們 好 在這一段時間裡 還沒有機會認識台灣的女生 你們那個學校 語言學校裡面 班上有女生嗎 有 是哪些國家的 現在又一個是日本人 日本人 那其他還有 其他都是男生 其他... 選錯學校了對不對 想不想換個學校 不錯 我覺得我們的班不錯 可是女生的... 沒關係 班上沒有女生 這邊有 我們讓你認識他們 剛剛好像沒有人面燈耶 我還滿喜歡攀眼的耶 你喜歡攀眼 他喜歡攀眼 我之前有去上課 在台灣不太多喔 不太多 對啊 我之前有去上課 然後也是學基礎的攀眼 然後我覺得那個還滿不容易的 因為他到一個高度 你那個臂力要很強 不然就很容易掉下去 對啊 Tom Cruise有攀眼耶 有... 是你吧 是我 你還是你 所以你還滿被規則的是我 所以那個電影裡 那個替身就是你對不對 對啊 我是他的雙倍 雙倍 對 我以為他很老實 最危險的部分就是我做 最危險的部分就是 好了 可以啦 可以了 停 我覺得他雖然常健身 可是他不會那種感覺很... 大隻老 對 就有人身高不高 可是他會練得很壯 就會感覺很可怕 我想問一下 有一些那個去健身房的人 會希望把自己練得好大 你會這樣子嗎 不會 一定不會 對 我喜歡把自己變... 就是... 對啊 結實 你... 裝可是還是比較瘦 除了你希望很壯的 還有... 是因為攀岩的原因嗎 嗯... 就是台灣我沒辦法攀岩 攀岩因為... 只有一個小的攀岩槍 你是說在國外你們可以去 很多野外的地方攀岩 對 可是那個很危險 沒有耶 我很相信我的限制 我的機器 你的這些設備都保持得很好 對不對 OK 你有去過野外攀岩嗎 沒有 都在攀岩場練習 對 待會兒誰要推薦你 推薦你 你的... 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在台灣的朋友對吧 對啊 好 他是婚學是一半台灣人 一半南非人 OK 一半台灣人 一半南非 好 我們來看看 他很帥 很帥 會不會... 會不會讓你... 有可能 我有一點怕這個 有一點怕這個 來 看看王子澤提醒 沛座是一個很可愛很單純的人 他真的很體貼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需要他幫忙的話 他一定會盡量幫你 他也是非常優秀的人 他會講古中語言 然後都講得非常流利 認識他 你的生活一定會變得多才多次 希望你們大家可以幫個忙 幫助他學習中文 跟他交個朋友 還有讓他認識台灣 為什麼要找他來 真是的 各位滅燈的原因是為什麼 太帥了 太帥了 去滅燈了 好 各位 今天的狀況 真是始終如一耶 有一個女生 為我們的西班牙王子亮著燈 她就是昆妮 來 王子 牽著她的手 到中間接受我們的祝福 妳說妳會... 妳說妳很喜歡西班牙 可是沒去過 對 沒去過 妳會不會講一點點西班牙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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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不好 妳是用台語喔 不是吧 除了好啦以外呢 不會 不會 我會想說... 我會喜歡他們的捲舌音 喜歡... 妳有捲舌的基礎嗎 妳會不會來... 不會啊 如果西班牙人有沒有人 不會這個... 不過在舌頭上有問題 對啊 那他就沒有辦法講西班牙文了 對不對 有辦法可是... 講得不好 講得不清楚對不對 OK 他很想學西班牙文 而且... 你可以教他 而且這是妳來台灣三個月之後 第一個女性的朋友 不是同學囉 對不對 好 恭喜兩位 在一起取言會吧 今天... 農民一月初期 真的很適合一起去約會 因為王子的約會 證明給你看啦 就在想到 就要退隊成功 因為我很喜歡外國人 然後我又很喜歡 歐洲的這種地方 所以... 然後是西班牙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他 我覺得他很不錯 他對西班牙文化的語言 對 看起來很感興趣 那... 應該我們可以互相了解 好 火高火後 多媒體小王子 駕車男下台中 直接沛隊成功的 拜拜進行約會 馬來西亞王子 則是邀請約會女生小潔 到自己的火鍋店約會 他們的約會將會是如何呢 年輕人 行程豐富比較精彩 還是親熟女熟男聊天比較實在 盡情鎖定下段精采的約會實況